2022年9月18日是918事变爆发91周年纪念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抗联博物馆 于当日首次对外展出了日军清华新物证 一架清华日军使用的回转式射击舰查写真机 那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比较奇怪 这是因为日文直译的原因 其实翻译过来以后呢 它是旋转式射击训练的照相枪 外观形似一个炮筒 长度大概在93厘米左右 炮管的直径是8.3厘米 这个炮管里面有一个摄像机镜头 那当时我们征集到这件文物的时候 也是经过鉴定 这正是清华日军当年留在中国的一个清华的物证 据工作人员介绍 回转式射击舰查写真机 是日本陆军航空兵使用的照相枪 仿制英式海色式照相枪 日本人称之为海色型 主要用于测试武器的弹着点和命中率 必要时也可用于拍摄射击过程 在空战的时候用肉眼极难观测空战的结果 由于照相枪的特性 可以利用底片及时地观察到当时空战的一些细节情况 在实弹射击的时候 扳机可以联动炮筒内的摄像机的快门 当连续扣动扳机的时候 摄像机可以清晰地把整个射弹的过程拍摄下来 后期冲起出来底片之后 就可以对整个武器的弹着点和命中率 进行一个准确的考察 我们也是有理由地推测 当时的日军陆军航空兵 就是使用这种武器进行实弹训练的 据了解 这件文物是于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现的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投降 哈尔滨平房的日本驻军仓库 与营房中的军用物资及生活用品来不及运走 很多都被附近的百姓收藏起来 1996年 平房区的一位军民将这件文物 捐献给了东北抗连博物馆 当时呢 家住在这个平房区附近的关明喜 也是跟随大家一起来到这个营区 他发现地面上有一个箱子 于是呢 他就没有声张 捡起这个箱子带回家中 带回家以后 他就发现里面装了一个形似炮筒一样的武器 当时他也是感到非常担心 就没有声张 就将它一直隐藏在家里 那直到1996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关明喜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的女儿关凤兰 就向我们东北烈士纪念馆 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那当时呢 我们的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也是来到了这个关明喜老人的家中 进行这个现场的查验 发现这确实是当时清华日军 所使用过的一件这个装备 时间可以抚平创伤 却无法抹去记忆 随着日军清华新物证的展出 也是提醒人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回望918 重温抗战历史 意义尤为重要 勿忘国耻 要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96年征集到这件文物之后呢 它就一直收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作为馆仓文物之一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纪念 我们首次展出这件文物呢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 要让大家更好的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真爱和平 这架战时回转式射击检查写真机的出现 其实它进一步地印证了 当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 是蓄谋已久的 并且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那这就警示着我们 要举案思维朝前西涕 在盛世更要警钟长鸣 今天看到了展馆里最新展出的文物 我内心感慨万千 生长在和平年代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要跑出新时代人青年的最好的成绩 勿忘国耻 真爱和平 向所有先辈们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